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現在很多人擔心 現在大家都不逛街 連Buffet都不去吃 而且還有更糟的 有醫師出來講說 吃Buffet最危險 最容易傳染 我覺得Buffet業者 聽懂應該都快要暈倒了 那觀光業者 因為之前選前的時候 就因為陸客已經有大半年沒有來 已經慘了一波 現在因為疫情又要慘第二波 已經很多人要請無薪假 以及甚至要倒閉 或者是把裁員的狀況 大家在等說 到底我們的政府怎麼救觀光業 是不是選前很多大傻幣 比如說高鐵沿到哪邊 或者是鐵路計畫 要把它改成地下化 花了太多錢 所以現在真的要救急的時候 拿不出錢 選前那種大傻幣的魄力 怎麼現在看不到 感受不到 來看一下這一則新聞 因為停止接團或者是提早離境 這部分的損失 我們估計起來大概有接近20億 武漢肺炎疫情波及 觀光也受到極大衝擊 紓困優先解決 包含提前離境的大陸團 取消以及沒有出團的所有代電款項 出估約有20億元 交通部我們自己負責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數字 但是因為這還要經過行政院的一個同意 但是在已經造成的損失 就是在春節前後 因為停止結團出團或提早離境 以及已經預付這個訂金 就是電付款的部分 我們這部分優先來處理 紓困還需要一些時間 目前大陸以及港澳航班 從2月3號到2月底 原定有4600多個航班 目前已經取消了1200多班 超過了四分之一 另外港澳公司也公佈 郵輪從2月6號到3月底 一共停航112艘 影響14.4萬人 比較悲觀的預估 這個疫情整體的疫情 中國疫情到6月才能獲得控制 而台灣也發生比較大的群聚感染的話 影響大概會有半年 觀光產值會減少1200億到1800億 損失金額可能達到1800億元 不過旅遊業者6號就表示 目前已經損失1200億元 能否控制也很難說 飯店不如先自救 將原本的一般客房改成包廂用餐環境 大大減少群聚傳染的風險 另外金華酒店以及喜萊登飯店 則是增加外帶和外送的服務 只怕疫情早日控制才能迅速止血 TVB的新聞 楊晴柏西蘭此特報道 好 現在大家很擔心這個觀光業 因為總共好像估計 從1月底到3月底 光是這兩個月 這個損失大概就會有1000多億 現在有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中央的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有最新的一個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已經延宕了 將近一個多小時 不知道是不是有最新的疫情 還是有最新的重大的訊息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現場 好 這個記者會其實在原定在今天 大概4點的時候就要召開記者會 但是他有想先發出一個通知 說暫時取消 但沒有講出一個明確的時間 那在剛才的確定 也就是在現在5點半的時候 那也在稍微晚一點點出現到現場 那現在記者會已經開始了 那協同陳明通陳主委 還有石藥署的吳秀梅署長 一補會的王必勝執行長 跟交通部的葉賢隆司長 那跟各位跟說明有關今天的 指揮中心的一個報告 好 各位媒體女先生們 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那首先跟大家報告 這邊就是沒有確診的案例 今天沒有確診的案例 當然是我們這邊沒有確診的案例 但是在中國那邊 疫情不斷的升高 疫情不斷的升高 尤其非常有指標意義 就一定是在廣州 已經幾乎是進入半封城的情況 那就整個指揮中心的一個研判 中國的疫情當然是非常的險峻 但另外也發覺說 其實在機上坐飛機 坐飛機是一件非常高風險的事情 尤其往來有一些相關 跟在中國的航班 或者到港澳的航班裡面 是相對的路客非常多 那在中國案例這麼多的一個情況之下 也有各種的社區的感染 所以我們認為在機上 其實跟很多的路客會在一起 那長時間在一個密閉的空間裡面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高的風險 就如同我昨天講的 坐飛機 都是真的要戴口罩 平常在這裡我們不需要戴 但是坐飛機 那真的需要戴口罩 然後第二個 這個非必要盡量減少我們這樣的一個活動 這是緊留我們當時啦 那真的是沒有必要不要到疫區 我們這邊安全的很 那不要一頭的往疫區轉 那反而增加自己的一個風險 所以鑑於這樣的一個理由 我們今天大概對這樣的一個邊境 我們有幾個 我們要求 指揮部要求要限制航班 要限制航班 所以請交通部來辦理 那我們現在是決定 只開放北京 浦東 紅橋 廈門 成都 港澳 那區域我們都航班都沒有 那第二個我們現在港澳的時候 我們要入境 才會進來做我們的居家檢疫14天 那現在同時今天也宣布 過境港澳 過境港澳 一樣回來居家檢疫14天 但整體在評估裡面 因為這樣的一個事情影響非常的大 事實上尤其在轉機這一塊 可能已經有人已經啟程了 所以在機場裡面必然會造成一些困擾 而在機場的困擾裡面 可能也會引發一些相關的感染 所以我們是宣布 從禮拜一2月10號零四起 就是減少航班跟轉機入境 要來居家檢疫 從我們的10號2月10號 我覺得觀光業者 恐怕是血上加酸 不過好消息是沒有新增的確診 但是特別講到說 因為昨天的3起新增的是在機上的感染 那也特別講到說 現在廣州已經半封城了 廣州離我們也相當的近 那他有感覺到 現在大陸的這個疫情是相當的險峻 用這樣的一個說法來形容 大家千萬不要輕忽 那他也特別講到 現在搭飛機風險真的很高 那我們已經講到說 觀光哥已經變少了 會不會最後連各國 就算你不是從中國港澳來 你可能日本 泰國這些國家搭飛機 你可能心裡都會有一些恐慌跟壓力了 那政府現在到底有沒有 舊觀光的紓困的方案 我們現在趕快連線資深的媒體人 謝韓濱 韓濱哥你好 大家好 韓濱哥 在選前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個有所謂的大撒幣 包括怎麼廢除印花稅121億 育額加碼將近3000億 高鐵延伸宜蘭900多億 0到6歲國家養 在選前這幾個月 短短的幾個月裡面 被形容說撒幣了5000多億 當然這也是國民黨的一個算法 但是現在這些觀光業者 不管是在上一波 這個陸客沒有來 或者是在過年期間 因為很多都臨時喊咖 這樣的一個損失 可是熬熬待補 到現在今天終於好不容易 推出了一個概略的方案 可是相關的條例 也都還沒有開始 有些業者就納悶 選前大撒幣這麼阿沙里 怎麼現在這個紓困的方案 感覺就一拖再拖 韓濱哥你怎麼看 我必須說 在選前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一再的講過 民進黨這些 其實是標準的政策買票 用這種方式希望讓大家投票給他 可是到最後會不會兌現 其實也沒人知道 而且這些到底預算從哪裡來 你國家到底有沒有這些錢 其實我們都四個位置之處 那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 而且現在疫情 看起來越來越嚴峻 那顯然在短期之內 恐怕觀光業是非常不樂觀的 所以你之前就已經入客不來了 再加上現在這個情況雪上加霜 那政府當然要有緊急的一個紓困方案 可是我發現政府好像根本沒有在積極的注意 這件事情 好像還只是想拖一天算一天 而且我覺得接下來這個影響 恐怕不是說短期的半個月一個月的事情 恐怕是未來半年一年的事情 都會造成這樣的影響 那政府恐怕是要有個通盤的計畫考量 而且不只是觀光業 還有其他的產業 恐怕因為我們跟中國大陸之間連結 非常非常的深 恐怕百工百業都會受到影響 那政府如果沒有全面的去規劃的話 我覺得未來台灣恐怕要面臨一個 非常嚴重的狀況 韓民哥 那現在好不容易判到了林佳龍 他說針對第一步驟 先針對春節期間的損失 那至少大概是20億元 希望說業者不要資遣員工 可是其實早在選前 這一些這個留業者就講過了 他們可能會有所謂的無薪假 財源 或者甚至有一些路線要整病 就中國團的路線就要整病了 可是講也講很久了 大概講了一兩個月了 到現在疫情發生到這個地步 終於動起來 但是有動晚動總比沒有動好了 韓民哥你怎麼看 這個到底能不能救急 我必須說20億對葉子來講 當然是一個有紓困的一個契機 可是長期來看的話還是不樂觀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現在疫情看起來這麼不穩定 那未來的半年一年看起來恐怕都不會好 那這時候你只是用一個20億就叫大家希望不要資遣員工 那請問一下他整個產業的未來在什麼地方 政府重要的是要讓業者看到遠景 看到他的未來的方向在哪裡 如果政府沒有辦法帶給他一個方向 光只是靠一些四到零頭的一些輔助 對業者來講是沒意義 我如果做這個產業 我做了我看起來注定會賠錢 或是整個產業看起來是沒有未來的 我為什麼還要把我的人力物力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政府沒有抓對重點 只是用錢是單純用這一點點錢 是解決不了問題 寒畢哥那現在大家很擔心 包括有一些業者 因為但是也有醫生說不要吃吃Buffet Buffet會讓你增加你這個感染的機率 但是現在有一些業者推出 這種頂級的飯店說你來住9000 我就讓你花9000 可以做SPA或者吃個高檔的料理 飯店推出這個 但是我問了我朋友說 那這樣子有沒有吸引到你 他說還是有一點怕怕的 尤其醫生還說吃Buffet會很容易中標 寒畢哥你怎麼看 接下來會不會真的有這個寒冬 因為我必須說就是本來 如果大家真的對病毒這麼恐懼的話 本來公共場合大概就要盡量少去 尤其Buffet那個狀況 因為Buffet所有的菜 全部曝露在空氣中的 大家在夾的時候 因為大概很少人會戴個口罩 就這樣子在Buffet三地頭走來走去 這也蠻奇怪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恐怕是很難去杜絕 所以我認為專家本身講的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錯誤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飯店業者 如果想要改變他現在營運的狀況的話 恐怕是要在短期之內 暫時先不要用Buffet 而是用其他的一些經營型態 來吸引顧客 因為我個人老實說 連我自己都覺得Buffet 可能是有點疑慮的東西 可能這一段時間要盡量避免 寒冰哥 聯合報的社論 特別講到 其實我們剛剛論到也差不多 會不會擔心做選錢 撒幣撒得太多 所以現在有沒有可能是兩手空空 遇到急難的時候 拿不出這個錢來 會有這種狀況嗎 也有人講說 因為選錢的所謂撒幣 其實還沒有真的撒出去 到底是怎麼回事 寒冰哥你怎麼看 其實我必須說 選錢那些都只是一些選舉支票 都是承諾而已 那些錢並沒有真的出去 所以你現在說政府兩手空空 我認為是不對的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我們的財政狀況 真的有這麼好嗎 我們政府手邊 真的有這麼多錢可以運用嗎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但是不管怎麼樣 現在防疫才是最重要 為了防疫 我相信所有的錢 所有人民都會願意出的 我相信蔡英黨不會反對的 所以其他的事情 都可以暫時先放在一邊 先把防疫的最要緊的救命錢 一定要先拿出來 而且要見急履急立刻執行 其他的東西 我們可以慢慢再談 你們的支票對不對 線我覺得那個都 等到疫情過後之後 大家再來討論 現在大家就不要再口水戰了 我覺得政府要趕快 拿出行動出來 謝謝韓兵哥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韓兵哥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拜拜 佩君你怎麼看 接下來這個觀光的部分 大家可能要準備要有 進入寒冬的心理準備 我想已經不是心理準備 因為已經馬上 應該說已經在這個發生當中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我不知道我們的共同好友 我跟耀球的共同好友 就在臉書分享他的經驗 包括他這幾天到 西市的Buffet餐廳用餐 同一棟飯店裡面 已經可以叫其他樓層中菜 叫到西餐的Buffet裡面來吃 因為他說他看過去 統統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飯店隨便消費者 只要你願意來消費 聽說現在很容易不小心 就包下一整桌 事實上我今天來錄影之前 才有旅行業者到我辦公室訴苦 說他們這一兩個禮拜 一年的兩大檔期 就是年節跟暑假 現在看起來年節這一檔 已經報銷了 所以每一天 每開門一天 都是在賠錢一天 他就希望說是不是有一些 市政府可以提供的援助 當然我也告訴他說 現在確實疫病期間 不宜到公共場合 或者是不宜群聚在一起做不管是觀光也好 或者是到飯店消費 可能風險比較高 消費者會有顧慮 但是確實在這個時候 有沒有可能有實質的政府的補貼 或者是在這個疫病的高峰過了之後 之後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方案 鼓勵消費者來彌補這一塊 這個觀光造成的損失 確實是可以討論的 無疑的我剛剛講兩個檔期 現在第一個檔期已經沒了 接下來我們要如何去因應 我覺得觀光這一塊 確實是很大的風險 包括我看國民黨的蔣萬安 他有特別要開一個記者會 有講到相關的 這一些防疫的措施的條例 只是沒有想到 他的這一個開會通知 之前也被網軍拿出來 大力的操... 把他罵了一頓 說在大家忙著救災的過程當中 他一口氣叫了幾十個部會來 後來蔣萬安只好把這個公廳會 要把他先暫緩下來 可是事實上沒有錯 我覺得蔣萬安初心 他的本心不是壞的 他因為急著要趕快通過這個條例 要趕快來應急 所以第一個步驟 就是一定要先開公廳會 公廳會就是要找專家來 負責的這些單位來 他總不能自己條例 關起門來 自己寫得非常好 但是這樣也照樣被攻擊 說他好像人家忙著就議 忙著在打仗的時候 他還在那邊扯後腿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我覺得 不要這麼惡意的 去扭曲人家的動力 不過蔣萬安也是從善如流 他後來就說 既然大家覺得說 這樣有干擾到救災的話 他就是暫緩 但是條例的話他還是要推 防疫期間少噴一點口水 會有最新的公告 小三通的客運的航線 在2月10號開始要全面的暫停 剛才其實陳時中有特別講到 現在搭飛機的風險也滿大的 只是說不知道是說 中國級的飛機風險很大 還是說沒有差了 現在因為你隨時可能會載到 這個中國級的人 或者是有接觸時的人 是不是所有各國的飛機 風險都很大 就不知道了 歡迎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Bye Bye